拿白水变牛奶 首先我来调牛奶的香味 加点牛奶味的香精 在哪闻过 就是奶糖里 那我们就把它滴进去吗 对 把它滴进去 这个牛奶 这个白水就有牛奶的香味了 这个水太轻了 牛奶是很粘稠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改变它的质地 让它更加粘稠 我们加一个增稠剂 增稠剂 缩甲鸡纤维酥纳 建议大家平时养成看配料表的好习惯 只有看配料表才能知道食物的真相 这也是食品当中常见的增稠剂 所以这个最典型的案例是在哪里呢 老酸奶 老酸奶 实际上老酸奶的一样成分 跟普通酸奶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老酸奶里面加了更多的明胶 你吃的时候觉得它特别的粘稠 就要用勺子去挖 好像感觉它的沉黏度很长一样 所以消费者就觉得买这个东西更值 它的价格也更贵 其实里面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自己做过酸奶经验的 你会发现自家做的酸奶 永远都做不出那种状态的 增酬剂溶解了 充分溶解了 但是看起来没有质感 所以现在我们加的是最关键的 也是我们调牛奶的第三步 加一种色素 叫二氧化钙 这是一种白色的着色剂 天哪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摇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好 经过程程的摇晃 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白水真的可以变牛奶吗 听 哇 天哪 真的像牛奶一样 连杯挂都有 你看 你看 太恐怖了 这个就可以喝了吗 你尝尝吧 到时候来说感觉真的像牛奶 它比牛奶还香 来 先尝一下 天哪 这太可怕了 这个就不强 来 请睡觉 这里面用的都是合法的士兵电压剂 平时大家都吃过 所以你尝一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你在街边有没有喝过那种奶茶或者奶昔 街边的奶茶奶昔 那你喝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 里面它基本也没有奶 跟这个成分很接近了 怎么样 怎么样 谢谢大家